嗨 大家好 我是艾佳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啦 看我桌上已經準備了超多的東西 這次我們開箱的主題蠻特別的 這次我們開箱的主題呢 就是全部都是跟肉有關係的商品 為什麼會跟肉有關係呢 因為其實我發現最近 就是跟肉有關的聯名商品出了好多 所以我找了幾樣 我個人是蠻想嘗試的 然後又是大家垂手可得 就是我都是在電力超商跟全年就買得到的東西 今天呢我們一一來試吃給大家看 這次呢我們第一次在新的場景開箱 你們好我很興奮 首先我們要開箱的呢 這個是品客 其實它已經出了一陣子了 我之前一直想要嘗試一下 可是它口味真的很多 趁這次我們來開全部跟肉有關的聯名商品的時候 一起開箱它 這是期間限定的 首先這個是鹹酥雞口味 然後這個是油蔥肉造口味 我打開它有聞到一股胡椒味 它胡椒的味道蠻重的 而且帶一點中藥的味道 你們都要吃品客 要把粉放在舌頭下面這樣吃 會比較好吃嗎 它沒有很明顯的鹹酥雞味 如果今天就是直接給我吃這個 我會猜不出來它是鹹酥雞口味 接下來是油蔥肉造口味 我覺得剛剛鹹酥雞讓我有點小小的失望了 打開是這樣 欸這個 這個是一個似曾相識的味道 有點香 嗯 它的似曾相識的味道就是統一露燥麵的味道 它有統一露燥麵的那個香氣 我覺得這個汗 有比較到味一點點 我覺得可以 我給鹹酥雞口味的分數是 4分 它真的不行 很低 很低 油蔥肉造口味呢 我給它 8分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有到味 而且是真的是有統一露燥麵的味道 接下來呢 這個是Seven的聯名商品 這是它還是打拋肉風味的 它這次的聯名商品 看起來都 好像還蠻厲害的 這一份售價我記得是25塊 它裡面大概就 這樣 我來先來吃吃看 它是薄片 我本來以為它會蠻 重口味的 它打拋豬肉的 味道其實沒有很明顯 我給這個商品的分數是 5.5分 它是完全吃不太出來有打拋豬肉的味道 但口味上算是還可以 但沒有特別有特色 還有一個 這個是 樂士出的牛肉麵口味 聽說這一款風評蠻好的 趁著這次我們也一起來試試看吧 它打開它有一個 八角的香氣 同時呢 我們請牛肉麵孔 一起來幫我們吃吃看它到底有沒有 牛肉麵的味道 小邊 有牛肉麵的味道欸 有 有牛肉麵的味道 有牛肉麵的味道 但是 淡淡的 這只蠻不明顯的 這有點像把它牛肉麵的感覺 對對對 有點中藥的香氣 對 對 樂士這款紅燒牛肉麵的口味是 6分 你給幾分 7分 7分 好 因為有牛肉麵的味道欸 因為是牛肉麵 幫牛肉麵的口味都加分了 對 接下來呢這個是 星球爆米花 其實我個人滿喜歡星球爆米花 他們出的口味非常的多 然後這次我逛Seven的時候發現呢 他們這次是跟 跨車肉乾聯名合作 而且它裡面是香脆肉脂爆米花 啊 因為它還有另外一個 歐可茶葉聯名 所以我就兩個一起買了 歐可茶葉再回來 FB等應該都知道它吧 它也是在FB上 很火紅的一個 糖果的商品 這次我們先來試試看 我記得它那時候買兩個有特價 但我有點忘記多法錢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Seven看一下 而且它以前的包裝都是夾鏈袋 它這次是用盒裝 感覺滿有質感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一盒是90公克 它上面啊 因為它這次是那個 快車肉脂爆米花 所以它上面都有 快車肉脂的碎片欸 它好酥喔 它是有點 鹹甜鹹甜的 然後外面有一層薄薄的糖衣 我覺得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真的有肉脂在上面 因為其他款聯名商品是 用粉去調味的 但這個是真的是快車肉脂在上面 上面真的是快車肉脂欸 我覺得這個好帥氣喔 它就是還有另外 一個聯名商品 這歐可茶葉是我們一起買來了 這是歐可茶葉的 真奶茶口味 我一打開就聞到濃濃的奶茶的香氣 它外面裹的那層糖衣 很厚 而且咀嚼的時候就會有奶茶的香氣 它不會很甜 但一點點的微苦 但是它奶茶香氣是有 尾韻的 而且這款也很帥氣 但它不是會讓很膩的那種甜 它帶一點微苦 綜合到你很膩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好吃欸 吃一顆 給你吃一顆 它很酥脆你有沒有聽到 不會 不會太過甜 烤烤烤 而且它尾韻就是一個 有股很濃的奶茶香 對 欸我覺得這兩款 我的推薦 我給星球爆米花的快車肉質口味 跟歐可茶葉的蒸奶茶口味的分數是 8.5分 欸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我會想要再回購的商品 還是必須說我覺得這肉質真的有讓我意外 因為它是真的是快車肉質的肉質的碎 可以弄碎然後我給它裹在爆米花上面 我覺得這蠻厲害的 接下來呢 是可樂果 可樂果前陣子出了 超多種新的口味 最讓我想吃的就是這個 烤香腸 我想要知道它到底如何呈現烤香腸的滋味 但它這一包 看似很大包 但其實它只有這樣而已 一半 它只有一半而已 欸我打開 就聞到烤香腸的味道 可是這個烤香腸的味道是有一點腥味的烤香腸 有點豬肉 豬肉腥味的烤香腸 為什麼吃不做所有人的感覺 沒有它真的是 它可樂果的味道還讚 它後來時不時會有一股烤香腸的味道飄出來飄出來飄出來 我給這個烤香腸的口味 5.5分 而且我覺得它 非常的鹹 我現在覺得我覺得舌頭乾乾的 有點過鹹欸 它是目前我吃到調味最終的零食 然後我們要進行最後一個了 這個是德州薯條 德州薯條的今天口味就是番茄 這是出檸檬辣雞翅 其實我一直滿喜歡德州薯條的 我覺得那個番茄味是一個經典 它滿香的 它真的有檸檬的味道 它是一個聞起來的檸檬味 比吃下去的檸檬味還重的零食 想起味道還重 對 但其實咬一咬還是會有一點檸檬味啊 但它 它 我感受不到它的雞翅的味道 就淡淡的檸檬香 還OK 但是我覺得它口味沒有超越它番茄那麼好吃 我給 卡里拉德州薯條 檸檬雞翅的分數是 6分 好了 我們把所有的口味都試吃了一輪 這次呢 我的結論就是 我覺得最好吃 最值得回購的 就是 星球爆米花 的快車肉質口味 跟歐可茶葉口味 我覺得這是值得回購的 然後另外呢 就是 品克洋芋片的 油蔥肉燥 這個我個人也滿喜歡的 其他我都覺得 除非你很想試試看 可以去嘗試一下 不然其實可以 就略過 然後呢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你有嘗試過哪個口味 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心得 然後我們今天開箱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 記得按下訂閱跟開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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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對